大約有1600戶的暖暖區幸福華城社區公用道路 好不容易從4月開始重鋪 卻遇到大雨等問題延宕到6月13號繼續鋪設 非常關心這個問題的市議員林敏勳 親自再度到現場關心鋪路的情況 希望市政府公務處負責的這項鋪路工程 可以如期完工 讓居民回家的道路不再坑坑洞洞 能夠更平坦更安全 因為長期以來我們新武華城的道路品質都非常的不佳 然後比較崎嶇不平 所以說很多民眾在這邊行駛都會 心臟會有跌倒的形式發生 那包含因為這上面住了1600多戶 其實戶數相當多 那車輛出路也相當頻繁 那只有唯一的一條道路來做跟對外的做行駛 那所以說這個道路的品質是 我們一直長期以來都有在關心跟關注 那好不容易在這個污水管 把它進行接管完成之後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進行道路的鋪設 那在4月底的時候 其實已經完成過圓環以上的道路鋪設 那原本隔天要做圓環以下 那碰到了這個連續多日的下雨 所以一直延續到今天 6月13號才來做圓環以下的道路鋪設 那我們剛才也了解相關的工程進度 原則上他們今天再多調派了一台施工車 一起進來 兩台車一起來坐 那速度就會比較快 那住戶也相當配合 因為上一次的經驗是 很多車子沒有移掉 那所以說造成這個施工上 光移車就移了一兩個小時 那今天是沒有這個問題 那所以說相信應該在今天 可以趕緊來把它做一個鋪設完成 那讓我們這個新武華城的民眾 可以有一個很好的一個道路來做行鋪 那未來包含這邊的 整個阿巴勒公車的系統 我們也會持續的來做關注 那包含我們亂區內很多的道路品質 其實目前都在進行施工當中 那尤其是東四街 是很多民眾很關心的 那現在因為台電的電感移除 我們把它做一個完成的規劃之後 那在七月的時候也會存線來做鋪設 那我們希望還給我們這個民眾 一個很好的一個用路品質 跟很好的一個環境 一條安全回家的道路 由於進出社區唯一的道路進行跑鋪 施工單位必須採取控管車流量 進出社區的方式 才能方便施工 林敏勳也感謝住戶們的配合 讓鋪路工程能夠順利進行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